受到行动管制令的影响 五国三月份的失业率达到了3.9% 写下近十年来最高记录 五月份的数据更是飙升到5.3% 失业人口为82万6千100人 不过随着各个经济领域管制松绑 市场逐步恢复活跃 分析员预测到了年底 人力市场有望回缓 失业率可以下降到4.5%的水平 行动管制令导致许多工商企业的业务停顿 失业率增加 庞大的求职者找不到工作 不过随着疫情缓和 市场正在步向复苏的轨道 就业率已经回弹 大马大华银行环球经济与市场研究部 高级副总裁兼经济学家吴美龄 在一份报告中指出 国内劳动力市场持续改善 失业率已经连续第二个月下降 从6月份4.9%和5月份5.3%的峰值 回缓到7月份的4.7% 由于复苏式行管措施 恢复了旅游、教育、娱乐和休闲活动等经济活动 我国7月份的总劳动力 按月增加5万5千人 达到了1582万人 随着经济持续改善 接下来几个月会有更多毕业生和就业者重返工作岗位 尤其服务领域在7月份的招聘人数有所增加 主要是由旅游业、饮食业和交通运输业主导 制造业方面,就业人数增加则是由电器和电子、金属、印刷、塑料、汽车和橡胶制品行业 但是专家提醒,政府早前推行的短期救济措施 例如特定领域工资补贴以及半年延期还贷计划 在9月底结束后可能会影响市场 不过官方和金融界接下来集中针对特定群体提供援助的对策 多少可以减缓或避免市场遭受另一波失业浪潮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